去除影片背景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这几影片我会直接示范 三个AI工具怎么一键去除影片背景 而且这三个AI工具新手都可以要 Hello Grayson 这频道长发给你YouTube频道云以及流量变身机场 我每周会分享三部影片来帮助你小走玩路 谁要记得要对我频道 那首先第一款工具呢就是Canva 那现在呢我就进入到了Canva的首页里面了 如果说你还没有Canva账户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使用 这边我就选择影片 那下一呢我就进入到了Canva的影片冰净器里面了 并且呢我加入了一段我的影片素材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呢有一个背景一处工具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呢旁边有一个环冠的标志 这个呢就代表你需要升级到Canva Pro才能够使用 那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提供的链接 它会给你30天的Canva Pro的免费需要 当我点击之后一秒钟 Canva的AI呢就帮助我去除掉了我影片的背景 可以来播放一下 可以看到呢整体来说 我后面的背景呢是去除掉非常干净的 然后呢我就可以加入一个新的背景 这样呢就能够打造不一样的创意效果了 那这边呢我来测试另外一个影片的素材 那你可以看到呢这是一只小猪 然后呢它是在一个草地上 所以整体的背景它是比较复杂的 来看一下Canva AI到底能不能够去除掉这后面的背景 那可以看到呢现在呢它就去除掉了背后的背景了 可以先来播放一下 你可以看到呢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你可以注意到 这边交界的地方呢还是能够看到一些绿色 但是呢我觉得这已经去除掉非常干净了 因为呢本身它是在草地上 它的背景呢就是偏复杂一些的 很难说你能够完全去除掉 那我现在呢加入了其他的背景 那你可以看到呢整体来说呢还是相对和谐的 那如果说你想使用Canva这个影片背景一处工具 那你就必须要去升级到Crop Pro的高级版本 那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获得Crop Pro的30天美味适用 那之后呢Canva会提供给你前三个月半价的优惠 那大概呢是8美金左右 而且Crop Pro的版本呢它会提供给你更多的功能 也有更多的素材模板你可以选择 所以呢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先去尝试一下免费的试用Crop Pro 然后呢你再看一下到底适不适合你 那接下来一个AI工具呢就是Femora 现在我就打开了Femora了 而且呢我导入了一段素材 在右边我可以选择AI去背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AI人像去背 它现在呢是Femora的一个免费的功能 这边呢就在处理了 那现在就可以看到呢Femora就帮助我去除掉了我的影片背景了 可以来播放一下 你可以看到呢还是去除掉了非常干净的 当我加入这个新的背景的时候呢可以来播放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呢整体来说它的边缘去除的是非常干净的 看不清痕迹 那我建议大家呢在使用AI人像去背的时候呢 你可以选了这个精准模型 那么呢它就会用最优质最聪明的模型呢 去处理这个去除背景 但是呢它也是需要有更多的时间的 那如果说你是比较想要快速的得到一个效果的话呢 你就可以选这个极客模式 但是很有可能呢它处理的效果不是那么好 在这底下呢它会提供给你一些外框的效果 比如说闪烁边框 就可以看到呢我的人物呢它就有这样的边框了 也有这样的霓虹灯的边框 底下呢你还可以调节各项的属性 比如说它的半径、时长、语化、片段、片段长度 以及呢它的颜色 比如说你不要绿色的 我变成一个红色 你就可以看到呢 它就能够增加一个红色的边框了 所以在Firmware里面呢 你既可以去除掉你的影片的人像背景 同时呢你还能够去添加一些专门的人物效果 那刚才我们是使用这个AI人像去背 去去除掉影片里面人物的背景 那如果说你的影片里面 你想去除掉的是物体的背景怎么办呢 那在Firmware里面也是能够去做到的 你就可以选择去打开这个智慧区别 然后呢你可以点击这边去开始抠图 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抠图了 你一看到我这滑鼠呢就变成光标了 我可以呢选择我这个想去去除掉背景的物体 比如说点击它 你就可以看到Firmware的AI呢 就快速的选择了这整个物体 然后呢我也想要选择这碗里面的这些东西 再选择它 你就可以看到我就同时选择了 这整个碗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一边呢 我多选了一些 所以呢我就可以选这个橡皮擦 然后我想更精细一些 我要把它放大 我就可以选择把它变成200 然后呢再选这个手的标志 我就可以去挪动我的画面了 往左移 然后移到这个部分 再选择这个橡皮擦 把这边的边缘呢清除干净 那这样你可以看到呢 刚才这个边缘就被去除干净了 然后呢再选择这个最佳大小 你就可以看到呢 这整体呢就已经被我选择到了 那我现在选择的是简易模式 简易的模式呢就可以调节刚才那个画笔的大小 边缘的厚度以及呢边缘的鱼画 边缘的鱼画呢就是它会有一层模糊的效果 就不会看起来是非常生硬的 在选择好物体之后呢 就可以选这个点击开始抠图了 现在你可以看到它就在逐针的开始抠图了 这边呢就在播放 那这边呢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呢选择应用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到呢 Fiorite AI就帮助我去除掉了这个画面的背景 可以来播放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呢整体效果呢是非常好的 边缘非常干净还有清晰 当我添加其他背景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整体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那我也会把Firmware的下载链接去放到影片下方 它是Mac和Windows系统都是能够使用的 它的Base计划呢就是5.83美金一个月的 然后高级计划呢就是6.67美金一个月的 它的差别主要就是这个高级计划呢会给你AI的点数 你就可以使用Firmware里面的很多付费的AI功能了 基础计划呢就是满足于你影片剪辑的操作 但是呢它不能够让你去使用它的AI功能 但是今天说到这个去除影片背景的功能呢 它是能够让你去免费使用的 不过呢如果说你要去导出影片的话呢 你使用免费版本的话呢它是会有浮水印的 所以呢你还是要去选择要去购买Firmware 接下来呢就是介绍给你CAPCAD CAPCAD呢也是能够帮助你去除掉影片的背景的 那现在呢我打开了CAPCAD 然后呢导入了一段素材 这边在影片选项底下呢找到移除背景功能 这边呢就会有自动移除功能 可以选择它 然后呢就在处理中了 那就可以看到呢现在CAPCAD它的AI呢 就帮助我去除掉了这个影片的背景 可以来播放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呢整体来说它去除掉的还是非常干净的 即使呢我加入了新的背景 你可以看到它的边缘呢都是比较清晰的 不会有其他残料 但这个功能呢是需要你升级到付费版本的CAPCAD才能够使用的 但假如说你不想付费 能够在CAPCAD里面去除掉影片的背景吗 答案呢是可以的 你可以选择这个自定移除 这个呢就是免费的功能 但是呢你需要去手动的去选择你想要去移除的地方 那前两个呢都是智慧笔刷 智慧笔刷呢就是你点选一下 它就能快速的知道你想要去选择的物体 那如果说你只是免费的功能的话呢 你就要选这个普通的笔刷功能 然后再选择你要保留的物体 在这边涂抹 你可以调节笔刷的大小 让它变得更大一些 涂抹好之后呢这边就在处理中了 处理完之后呢就可以选择套用了 那就可以看到呢它也是能够去帮助我把这个背景去除掉的 但是由于刚才我并没有涂抹的很仔细 所以呢它的AI呢也没有帮助我很好的去根据这个边缘去去除掉我这旁边的背景 所以呢大家如果说使用这个自定笔刷的话呢 你就需要去很仔细的去描绘边缘 但如果说你是付费版本的CAPCAD呢 你就可以使用它的AI功能 一键选择你想要去保留的物体 然后呢去除掉周边的这个背景就可以了 当你去除掉背景之后呢 这边也是有描边功能的 比如说这个技术发光 你就可以看到我这人物旁边呢 就会有一个发光的状态了 就会打造一个不一样的效果 还有这种虚线描边 你可以看到就会让你影片更加深到 那CAPCAD呢它是能够让你去免费使用的 并且刚才我也展示了 你免费的版本也能够使用手动的这扣图的功能 去去除掉影片的背景的 但如果说你想更加高效一些 你想影片的背景去除得更干净一些呢 你是可以透过我影片下方提供的链接 你可以开始免费的7天使用CAPCAD Pro的版本 而且呢你是能够去解锁CAPCAD里面的 更多高级的功能以及它的素材的 其实你刚刚看到的Canva Fimura CapCAD 也是我非常推荐给新手使用的影片剪辑工具 但问题是哪一款最适合你现在的状态 哪一种学习成本最低 以及哪一种最适合长期使用 随着这些问题都在这期影片里面 我会非常清楚解答 如果你不想要选错工具浪费时间 那么这支影片一定要接着看完 是 小 那 Monkey